华航的机师在澳洲被验出是阳性 那这名机师是印尼籍 他40多岁的男性货机的机师 指挥中心21号接获通报后 随机匡列在台接触者58人 10人已经完成裁检 两人确诊8人阴性 案1090是澳洲验出机师的儿子 匡列为接触者 卫生单位安排裁检后确诊 案1091 50多岁印尼籍男性 是该名机师的同事 因为要返回印尼 自费裁检后确诊 初步调查三人有共同活动史 澳洲验出机师4月19号活动足迹 还包括大员清真寺和全联 华航一星期内就有四名机师染疫 指挥中心宣布将针对前舱机组员 约1270人扩大裁检 后舱机组员和家属如果有出现任何症状 务必尽快通报 至于对机组空服员 放宽的居家检疫天数是否要调整 指挥中心还在讨论中 大海新闻张泰玲 徐英豪台北报道